熟悉和润冬的人 基本上都是在当初电视剧《风云》当中认识的他 他所饰演的布金云 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当初这位男神 还有着非常有意思的情感话题 那就是曾经他对孙丽表白过三次 但是都被拒绝了 到底两人是怎么一回事呢 何润冬虽然出生在美国 接受着西方教育 但是在家里 他的父亲对他有着很严厉的中国传统教育 首先就是一定要用标准的姿势拿筷子 并且每次考试都一定要在八十分之上 这点倒是和很多的中国父母都差不多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变得优秀 而何润冬真正步入娱乐圈当中的时候 是在他大二时期的一次巧合 在那年的暑假 何润冬回家开始唱K 被一位音乐人给相中了 从此何润冬便开始走上了一条 转变他一生的道路 在1994年的时候 何润冬便参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梁柱 当时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徐克 他也看中了何润冬身上的那种潜力 虽然在影片当中 何润冬饰演的是配角亭望春 驻英台的同学 但是这也是他的一个迎品首秀 为之后他继续在演艺圈发展 打下了基础 之后何润冬便在1998年的时候 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音乐EP 梦想的开始 正式的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同年的12月 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想你的爱 成功地获得了当时很多歌迷的喜爱 在1999年的时候 何润冬还为当时焦恩俊主演的《小李飞刀》 演唱了片尾曲《没有你我怎么办》 因为这部电视剧最终收获了非常高的认可 所以何润冬也在当时名声大振 成为了宏极一时的实力派偶像歌手 在之后的三年当中 何润冬一边参演电影电视剧作品 一边出着自己的个人专辑 不过他正是在迎庭上 被观众认识到的时候 是在2001年 他和赵文卓合作出演的古装奇幻武侠剧《风云》 他所饰演的布京云 成为了当时很多小男孩的梦想 不过在《风云》的两部作品之后 何润冬便开始了出演一些霸道总裁之类的 电影电视剧作品 可以说是直接将自己刻画 成了一个霸道总裁一样的人物 当然他还演绎过很多知名的将军 如吕布 项羽等 但是都是非常霸气的那种 因为何润冬长得高大帅气 所以关于他的绯闻也传出了不少 其中最为有意思的 就是他曾经表白过三次孙丽 但是都被拒绝了 当初他和孙丽合作了 欲观音而相识 并且孙丽还将自己的银瓶初吻 献给了何润冬 何润冬也表示过 他对孙丽确实有感情 但是孙丽最终还是没有跟他走到一起 选择了邓超 如今两人在2017年的时候 再度合作了一部青庄剧 《那年花开月正元》 在这部剧拍完之后 何润冬也曾表示过 他在古装戏当中剃光头 还是第一次 不过这第一次 他还是要献给孙丽 其实在当初 何润冬一直对孙丽是好 但是三次表白 都被孙丽拒绝了 无奈之下 何润冬便找到了自己现任妻子 虽然他的妻子林佩希 在之前仅仅是一位百货超市的贵员 但是两人到现在为止 依旧非常的甜蜜